沈国琛 沈国琛 你一个人把故事都化 难道不用给我们股东坞任何交代吗 对啊 我们一路就成了你自己的股东坞 你这样对我们是对吗 沈国琛 你害我 邪本无归 我要给你教训 去花了 沈国琛 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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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琛 花了 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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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琛 够打杀她 花了 花了 这些人怎么搞的啊 这样热地让人家鸡蛋 沈国瘟 是白痴啊 不会闪一下 闪 闪一下啊 闪开 怎么还不闪开啊 有一下不会吗 准备是暴力嘛 不行 不行 爸 放心 我不會閃開的 沈若換是大白痴嗎 幹什麼 你們幹什麼 面對這次的危機 我們沈家人是絕對不會逃避的 我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你這個矛頭小子說什麼大話 對 你父親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你行嗎 現在距離賀峰銀行接管齊天的期限 還有二十四小時 我們一定還有機會挽回局面 你說得容易 才一天怎麼可能夠啊 我知道你們很難過 可是我老爸何嘗不是呢 這畢竟是他一手創立的公司 他比大家對晴天更有感情 失去了 他比任何人更不捨 現在大家在那邊浪費一分鐘 我們就少了一分鐘可以努力的時間 為了自救 請大家把未來的二十四小時交給我 讓我可以為大家努力 如果你失敗了呢 如果我失敗了 我一定會盡最大的誠意 懇求賀峰銀行 不要犧牲各位股東的權益 不管怎麼做 沈家都會以各位股東的權益 為最優先 各位請你們千萬先冷靜下來 無論如何晴天集團一定會盡最大的 努力跟誠意給各位一個交代 先讓我們進盤公司好嗎 對方少爺 不好意思 不要 不要 未來的二十四小時如何檢決危機 這對剛剛才替父親提出保證的 沈若鶴而言 不僅是一項考驗 也可以說是一件幾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沈若鶴是大白痴嗎 小姐你沒事吧 沒事 對不起 對不起 沈若鶴 一定可以解決危機 我對妳有信心 無緣不能選擇 我也要努力認真讀書 Hz빈 白痴 白痴 早安 紫衝 你對沈若鶴家裡發生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沈若鶴要在二十四小時內解決這個問題 你 恐怕是不太可疑 子聰 我要你去赫峰銀行一趟 要美麗就要增長實力 要增長實力就要多不說 如何如果帶你去聽樂會 你會不會打瞌睡 古典音樂入門 一定要 你有能力安排一個宴會嗎 憑酒大權 你懂得憑酒嗎 讓你成為一個稱職的貴婦 太棒了 要三四五 三十六級這麼多 這麼多 當一個貴婦要買這麼多級 我先買三個 謝光玲 妳好 我們是兩百 謝謝 妳好 請問刷牌付謝 付謝 好 小女結帳 好 商用法律 反敗為勝 古典音樂入門 紅酒大權 貴婦必讀第一集 貴婦必讀第二集 一個月進山上留社會 不好意思 快點我趕時間 野蠻女大翻身 還有吊金龜絮一百招 嫁玉貴公子的秘密 還有仇女大翻身 總共是兩千八百八 三千塊不用找 妳還沒仇女化妝術沒拿 喂 小媽 不要 千萬不要來學校接我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老婆 對 公司最近忙翻了 對 不要來公司接我 千萬不要 對 好 我今天不回去吃飯了 我先讓客戶在那邊去拜訪 好 拜拜 拜拜 好 我知道 拜拜 тел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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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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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邊有些所有人的大陸續航 這個人是其他人的大陸續航 這一份是一種的大陸續航 沒有 其實如果要不齊的話 這裡會不會有 顧一下今天公司的熱度不需要 謝謝 終於看完了 哇 這麼快就天黑了 天黑了 謝謝 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謝謝 這個送你 這 很棒 世界上沒有什麼困難是解決不了的 加油 先走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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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